新北市交通局為了提升梯字路口 機車帶轉安全 首創於帶轉區鋪設LED光條 而在淡水區就有兩處設置 未來將會持續評估其他的梯字路口 機車帶轉區來進行改善 新北市交通局為了提升梯字路口 機車帶轉安全 增加帶轉區夜間變速度 避免帶轉機車遭到直行車撞擊 針對較多事故路口 夜間照明較差的路口 機車帶轉區 在去年開始首創於帶轉區鋪設LED光條 有效的警示夜間巨星車避開帶轉車輛 而在淡水區就有兩處設置 針對要要增加大概左轉機車的安全 那針對有一些大概夜間 它照度比較不足 那事故比較多的這個帶轉空間 那我們今年也嘗試創新 在這個左轉的帶轉區 我們去增加LED的設備 市府交通局表示在新北市已經陸續與其他梯字路口 機車帶轉區完成二十處設置 而在淡水區分別在中山北路一段兩百四十七巷口 以及在淡水區中正東路一段三巷巷口 都有設置夜間LED光條 那在晚上透過LED燈的閃爍 那讓執行的機車能夠很清楚的區別我們帶轉的空間 增加我們帶轉機車的安全 那目前在淡水我們大概在十月份也在淡水完成兩處 那到目前為止那大概我們機車騎士 那大概同行都有獲得很好的效果跟好評 交通局表示LED機車在短區燈條鋪設與路面齊平 寬度為五公分比機車輪胎寬度八到十五公分還要小 而為了避免車輛打滑LED光條表面全以金剛砂除力 抗滑係數達到七十五比目前道路釐清鋪面抗滑係數還要高 而另外在帶轉區的LED閃燈頻率 為了避免民眾視覺影響經過實測之後 設定為三秒量一次不會對用路人有造成散忙的情形 而未來將持續評估於其他的梯子路口機車帶轉區進行改善 來營造更安全友善的用路環境 記者許斷一帶出三毛報導